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国产悬疑片白日焰火 影片一开场,一个装有尸块的包裹正被送往某地 而与此同时,刑警张自立正在便秘女社跟刚刚离婚的老婆打破牌子 本来张自立想小之一里动之一情让老婆回音软异 可刚离婚的老婆就向鱼儿游回了大海,小鸟飞出了牢笼 想让她反悔根本就不可能 张自立纠缠了一会儿,一看没什么戏,于是乎只有心心而去 公务人们发现了尸块之后急忙向警方报了案 接到报案的张自立带着人勘察现场 心情极度郁闷的,她心不在焉的听着有关人员的汇报 经过勘察,张自立等人发现死者名叫梁志军 于是便前往某干戟店找死者的老婆吴指侦查证 但这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女人除了吴着脸哭,啥情况也提供不了 随后张自立等人又到梁志军的工作单位了解情况 经过排查,柳发银和柳发行这两个运媒的司机兄弟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抓捕行动是在一间有着强烈交线风格的发廊里展开的 柳发银和柳发行在抓捕的过程中极不配合 而张自立等人的疏忽大意导致这次的抓捕行动出现了重大失误 已经被戴上手铐的这对银行兄弟真的很行 不仅让两名警察领了盒饭,而且还把张自立送进了医院 伤育出院的张自立由于工作失误和身体的原因不得不离开了公安战线 目前在家工厂的保卫科婚人家庭事业两不顺的她整天借酒要求婚者等死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遇见了昔日的同事 过去跟着她混的小王现在已经是王队了 在交谈中张自立得知 在她离职的这几年又发生了两起和吴志珍有关的碎尸案 这两名死者都是跟吴志珍谈过恋爱的男人 这一点引起了张自立的注意 于是她决定利用自己的美貌接近这个已经被誉为扫法性的女人 在吴志珍打工的干几点 张自立通过一脸猥琐的店主得知吴志珍在几年前曾喜欢过一位客人的披衣 对于张自立这个贼没熟眼的家伙不怀好意的跟自己掏心 吴志珍非常的警惕 始终保持着回避的态度 干洗店店主融融际于吴志珍的美色已久 当这孙子正在吃吴志珍豆腐的时候 张自立即时出现了 打铁必须衬舍 在获得了吴志珍的好感之后 张自立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张自立跟吴志珍频繁接触的情况很快就被王队发现 一天晚上当张自立和吴志珍划野兵的时候 王队在后面悄悄的跟上 在跟踪张自立和吴志珍的时候 王队发现一辆相识货车非常的可疑 这哥们跟着货车司机来到一胡同 当他刚想把货车司机带回去问问情况 突然就遭到了对方的信息 影片演到这儿 除了王队的行为有点莫名其妙 逻辑链基本上还没有断 但再往后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王队的突然人间蒸发 张自立认为肯定是遇害 他无意中在车上发现了王队记下的一个车牌号码 可他也搞不清这车牌号到底是哪个车型上面 也不知道这车牌号跟王队的死到底有没有关系 到了晚上 张自立凭着直觉上了一辆跟那个车牌号一模一样的公交车 巧的是啊 那个货车司机还真的在公交车上 并且一路跟踪着张自立 这张自立毕竟干过刑警 警惕性非常的高 这哥们虚幻一招 居然来了个反跟踪 可这货车司机也不是省油的灯 一看行驶不好仨子跑 经过调查 张自立终于发现了那辆拉冰块的货车 他一路跟踪货车司机来到铁路桥上 看到货车司机正在往运煤的火车上扔着什么东西 凭着职业的敏感性 张自立认为这个货车司机 很可能是刚开始那个被杀的吴志珍的老公梁志军 咱也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有这种感觉的 但他的感觉真的很准 而且更神奇的是 张自立认为货车司机往下扔的肯定是王队被肢解的事块 一天晚上 张自立和警察们把吴志珍叫到了车上 开始询问有关梁志军的情况 还真叫张自立猜着了 那货车司机的确是梁志军 吴志珍说1999年梁志军在抢劫的时候杀了人 为了逃避警方的调查 他便伪造自己已经被杀了 从此之后梁志军便隐姓埋名过起了隐姓人的生活 梁志军是个占有欲很强的男人 自要是有男人接近我 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对方给干脑 我颜值这么高 这几年对我有想法的男人跟苍蝇似的乌羊乌羊的轰的轰不走 因此梁志军这些年可没闲证 杀的人没有一个团有一个脸 我想跑又跑不了 想报警又没那个胆 别人都说我是操跑星 我真的比斗鹅还冤 到了后半夜 吴志珍和梁志军在便民旅社见了面 梁志军想跟吴志珍闷得密 可惜吴志珍没同意 梁志军到小麦不摆烟 发现形势不对墨头就跑 可这哥们跑出去没多远就被警察也击毙了 既然梁志军一直活着 那么1999年死的那位又是谁呢 说到这儿得提醒大家伙一句 千万不要把这部影片当作悬疑推理片来看 这是一部探讨人性的艺术电影 因此逻辑什么的根本就不重要了 在干洗店老板融入的提示下 张自立马上就意识到 这些事跟多年前吴志珍喜欢的那件皮衣有关 于是他花一千块钱买下了这件皮衣 然后带着皮衣辗转找到了 白日焰火夜总会的老板三姐 根据三姐的反应 这件皮衣的确是他老公了 可自大1999年的一个晚上 他老公跟一个女人见了面之后就人间正发了 由于他老公整天在外面寻花混流 招摸豆狗 因此这三姐根本就没当回事 直到一年后才想起来报案 要说这女人还不对 要说这导演的心可够大 转过天 张自立把吴志珍约到了摩天轮上 当看到白日焰火夜总会的霓虹灯之后 吴志珍彻底的不淡定 紧接着重投袭来了 张自立这个渣男占了便宜之后 又引诱吴志珍说出了真相 然后又通知了警察 原来当年吴志珍把三姐的老公 李廉庆的皮衣喜欢之后没先陪 李廉庆便让吴志珍跟他开房 而且一而再再而散 后来吴志珍实在受不了了 于是便把李廉庆给杀了 梁志君为了自己的老婆 把李廉庆分尸之后 扔到了运媒的火车上 并且把自己的身份证的物品 放在了尸块里 造成一种他被害的假象 张自立这个人家 利用美人计不仅占了吴志珍的便宜 还把这个痴情的女人给出卖了 大众舞厅里 张自立随着音乐跳的那只 不伦不类的舞 似乎在表现他的自责 和对吴志珍的不舍 但这种做作的表现 却令人作偶 他卑劣的行径 将永远盯在道德的赤入住人 故事在张自立燃放的 《凡日焰火》中宣告结束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的 有些男人实在坏 不仅花心还无赖 女性朋友要注意 当心哪天被出卖